二千十字 据集慕新闻 6月13日 一网友发视频称 江苏南通福东县 一公墓多处墓盖被掀开 当天下午 现场墓基者告诉记者 被破坏的坟墓有二三十座 辖区派出所表示 有民警已经前往现场调查 现场视频显示 在一处墓园内 多排坟墓的墓盖被陷 甚至有多座坟墓的墓盖消失不见 视频发布者配文表示 事发地点位于江苏南通湖东县 绝岗街道方泉村附近 6月13日下午 现场目击者张先生表示 视频是他女儿拍摄的 当天上午他去方泉村附近的墓园祭奠院 看到有二三十座坟墓被破坏 墓盖下的骨灰盒和试者一下也都暴露了出来 还有的骨灰盒立了起来 记者致电绝岗街道办事处 工作人员表示 该公墓有街道的人员管理 他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已经报警 目前街道相关部门领导也在现场调查 绝岗派出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有民警已经赶往现场调查处理 这个公墓是有监控的 此事是否有人故意破坏 还需等待民警进一步调查结果